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YouTube 大家好 我是金顺 上一回我們去了地獄堡壘 闖蕩了一下 雖然很驚險 但收穫還不錯 這回我打算做 一個自動的 南瓜跟 甘蔗兒園 嗯 參考曹哥的影片做的 好 那我們開始吧 我準備了一些材料 有投資器 紅石磚 中機器 紅石火把 比較器 肉斗 活塞 好 東西準備的差不多了 可以改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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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著放泥土 然後放 水在中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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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著把這邊的水給碰了 好 好 OK 这个样子 然后放活塞 OK 我们在这边换个箱子 放箱子在这儿 接着放漏斗 打算种南瓜跟甘蔗 粘在一起的 应该蛮特别 好的 大致算像这样的感觉 嗯 接着放同时路线吧 哦 先放那个中机器一下 好的 接下来就红丝火把 这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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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差不多像这样 一二三四五 这样下来 如果下来的话 这里放个中机器 然后 比较轻 这样放 这里放一个投资器 要朝上了 OK 然后 漏斗 朝着它 放 哦 要按Shift OK 你想这样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在漏斗里面放一样东西 听到声音吗 那代表激活了 OK 然后 红丝火把 放这里 嗯 听着声音 绝对是成功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 计时器 让它可以自动的收割 好 首先 比较轻 按着 然后 漏斗 对准它 这样的连接 来回 OK 然后 再来 比较轻放这 然后 这里换个 石头 红石 点性活塞 放这里 跟这里 跟这里 好 接着放一颗这个 好 差不多我们要成功了 要做好了 接着就是放东西在里面 给它传来传去 比方说放一颗 这个四个 那 那就开始传 传过来这里 这样传来传去的话 它就会 推来推去 那 那边的 活塞 就会 推出去 再拉回来 这样就可以 变成 自动收割了 一个 计时 计时器的 收割方法 这样 嗯 嗯 就像这样子 不过南瓜还没出来 它拿一点骨粉来试一下好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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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搞长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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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么只要有南瓜出现 它就会把它推下去 这就很不错哦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给我一个喜欢哦 如果要持续追踪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我哦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